主席謝謝 主席謝謝麻煩請薛部長 薛部長 部長好 部長我快速確認一下 我們有委員同仁有說接獲到民眾陳情 高中以下的學生最近 有收到疫情指揮中心統一發放的防疫物資 說前兩個禮拜每人收到一盒5G快篩 最近又說公佈要發每個人50片口罩 很多人講說口罩禁令可能看起來都快要解除了 現在才發口罩是不是在清庫存 有沒有這件事情 口罩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說在之前的政策就是有 有什麼 就已經有這個政策 因為我們是發給學校 那也許就說學校這邊還繼續在發 但是最近要講說每個人要發50片 以前應該是學生可能一天一片還是怎麼樣 那現在說一次要給50片就給一盒 那清庫存是不是 當初買太多 當初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大家放在內地收著 那現在疫情快要恢復了 正常生活了 然後趕快發給學生 口罩的部分早就沒有這種急迫線 不是啦 現在就是我們有委員有收到這個民眾陳情 我在確定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並沒有對口罩有特別下什麼樣的指令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到底現在我們國家 因為之前本席也記得 疫情嚴峻的時候我們也說 口罩要有國家庫存 戰略物資的概念 我們現在衛福部到底有庫存多少口罩 我現在手上是沒有這個資料 那這個是不是會後給委員 再來報告您 好 但那個數量大約咧 有沒有大約 大約 一千萬片 兩千萬片 一億片 可能 我們有沒有一個戰略 如果說當然我們都不希望疫情再起來 那如果說有疫情再起來的話 我們現在手上國家的這個庫存 對 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大概我最後的一個印象 因為我會很久沒有去追蹤這個 在我最後印象 可是差不多在9月8月的時候 大概還有一億片 一億片 對 那我們這一次總共花多少費用 去做這個口罩的購買 口罩購買 那這個金額的部分的話 我還是需要再進一步 好 那給本席的資料 就現在我們有庫存多少口罩 以及我們這一次 到底花了多少費用 就是防疫紓困計畫裡面 花多少費用來購買口罩 好 這我本次提供的委員 好 謝謝 再來啊 部長 今天本席特別還是要過來啊 全台2,350萬人 大家都最厭惡就是 發國難財跟疫情財 防疫財 誰敢發這個財 罪該萬死 罪大二級 全民公敵 您禮拜天的時候講說 有疫苗前課 我想這幾天大家都吵沸沸揚揚啊 為什麼本席今天還是一定要再過來 我想要親口聽您講 因為媒體上報導還有講到什麼 還有講到說 您這邊有提到 前課要求總採購金額的30% 作為定金 每筆上億到數千萬 意圖攔止老百姓的血汗錢 媒體報導 這是你講的話 是不是 我有講這個話 但是我是答 你有講這個話 好 所以30%指鎮利利 那代表不是空穴來風啊 那個是比喻 比方說這個他要求30% 那就會有多少 所以對方沒有要求 有沒有要求的話 我們沒有等到他已經提出要求 再來做這個阻擋 所以你現在是 部長 所以你 禮拜天的爆料是幻想 這個也不是幻想 也不是幻想 那你剛剛講說也沒有30% 然後結果現在 本席剛剛問你 你又說這個是比喻 我們擋住了嘛 不是 本席現在要確認的是說 你之前有講意圖攔止 然後30%原來這個是 這個不是 前課那邊說出來的 我們有沒有接獲到這個訊息 我們耳聞啦 但是沒有直接接獲啦 所以原來是耳聞 但是部長就把他講的 苗的這個 煞有其事會聲會影 因為還沒有發聲 就被我們擋住了 來 我想請教 當時 我還是開中民意再次強調 你有真憑實據拿出來 就如同去年 陳時中前部長在這邊講 有人想讓台灣不開心 拿出真憑實據 全台灣大家一起譴責 但到最後沒有啊 到最後沒有拿出任何真憑實據 說到底是誰 還是某個人 擋了疫苗 讓我們沒有辦法買到 好 現在你又講到是說 有這個疫苗的前課 然後你又說你把它擋下來了 好像看起來是一個 很超前部署的概念 那我請教 我們衛福部 到底是什麼樣層級的人 跟對方有溝通到 因為一開始你有提到是說 跟工商團體跟宗教團體 順著工商團體跟宗教團體 來跟衛福部 接觸 其他的人 我就沒有辦法說 幫他們做回答 但我自己也有接觸 你自己最高到你有接觸 還是連當時的陳時中部長 也有接觸到 我自己接觸的就是佛光山 那個案子 佛光山願意說 來提供疫苗 捐證疫苗給指揮中心 那我就跟他來洽談 洽談我們就說 到底誰提供疫苗 說要疫苗提供給你 他給我的訊息是說 他們在國外的會友 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直接跟 因為他所指定的廠牌是 Johnson Johnson 所以我們直接就跟 Johnson Johnson的總公司去問 說有沒有這樣一回事 那總公司說 我們只有跟政府來做 這個所謂的疫苗的買賣 所以我們就回給佛光山 就說 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插證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就 佛光山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沒有 沒有再做這個捐證 這件事情 部長 所以佛光山在這件事情裡面 有沒有疫苗前課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 你現在又講 你不知道有沒有 我當然不知道 你一開始禮拜天的時候 講不是這樣 然後結果你又講說 30%是你想像的 現在 我本席讓你完整的論述完 我發覺兩個點 第一 佛光山 你直接指宗教團體 佛光山 第二 你剛剛講到的是說 是佛光山 他們的會友 對 說 有疫苗的資訊 說有會友 那所以如果說 有疫苗前課的話 你是在指控說 是佛光山會友 是疫苗前課嗎 我這個部分 我沒有辦法說確認說是 有沒有 那你沒有辦法確認 然後結果你 現在講說疫苗前課 但是我們就已經把它擋住了啊 他就沒有捐了啊 沒有捐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個所謂的前課發生啊 部長 會不會覺得 其實你這樣子 現在就是在 要說一個謊 要用100個謊來圓 你越來越難 你越難越來去 自圓其說 這個都是事實發生的事 是 所以本席現在要問嘛 疫苗前課是誰 我就已經說明了 就這樣 所以你現在 又在講是佛光山會友 沒有 我就說 把這個事實經過講出來 那到底裡面有沒有人 前課 所以最終 這些 想要疑似 在心目中 薛部長認定的前課 我們也沒有打算要提告 因為沒有發生 是不是 對 所以這一些 在你眼中 罪大惡疾 想要賺疫苗財 想要 攔指人民納稅前的人 我沒有辦法 你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沒有辦法去說 具體的要提告 但是 被擋住的人 是不是心有怨恨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我說實在話啦 部長 國人都看在眼裡 我們還是一樣強調 選舉是一時 你既然現在擔任衛福部部長 國家要往前走 防疫後新生活 就真的 語重心長的請您 好好的專心在本業上 如果說任何人 想要利用現在政務官 以為說 講 在選舉場合講的話 可以不用負責任 那是大錯特錯 更重要的是 政務官也好 事務官也好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 就是為中華民國服務 不要想著哪一個候選人 不要想著 一二六選舉 這不是 我們中華民國公務人員 應該要去想的 謝謝 我不會去為了這個選舉 我只要是說 我們的防疫的成績 你當天 當天還不算是 為選舉講話 沒有 你站在台上 我的目的 不要是在 撼退 我們不能 做 人家 人家現在都 不好意思講說 到底是 你覺得說 你這樣真的是公務員的典範 還是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 我都不想要去提 本席很語重心長的講 真的 不要為了一次選舉 讓我們的公務人員 政務人員 事務官 陪上 我們整個衛福部的情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洪委員發言 接下來